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少尉拉塞尔,加肯巴克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《电台日记》节目上说,事情已经过去了73年,但我不为那天做过的事感到后悔,所有的战争都是地狱,日本人挑起了战争,该是我们,美国,来结束战争。 参考消息网8月9日报道,美媒称,最后一位健在的,曾参与1945年8月6日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的美国老兵表示,他对执行这个杀死超过15万人并实际上结束,俄二战的任务并不感到后悔。 据美国大全新闻网网站8月7日报道,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少尉拉塞尔,加肯巴克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《电台日记》节目上说,事情已经过去了73年,但我不为那天做过的事感到后悔,所有的战争都是地狱,日本人挑起了战争,该是我们,美国,来结束战争。 报道称,现年95岁的加肯巴克,当时是广岛轰炸任务的领航员,任务由三架飞机完成,搭载原子弹的伊诺拉盖伊,和两架观察机,伟大艺人,炮和必要之恶,炮。 加肯巴克说,我从未听说过,原子弹,这个词,我们只被告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,并严守秘密,我们被告知一旦爆炸发生,我们不可以直视它,我们也不能穿过云层。 他表示,爆炸发出刺眼的光芒后,世界非常非常安静,我们只是面面相去,没有说话,我们都喝呆了。 报道称,估计八万人在爆炸中当场死亡。 在此后的几周,几个月,几年中,又有八万人死于爆炸的辐射作用。 感谢观看